第十三课 无意义的世界令人恐惧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怀中莫大的喜悦 加入你今天的练习 亲爱的朋友 你不必害怕 但是你仍然非常害怕 而且已在心中设下许多防卫来 保护自己免受这股深层恐惧的威胁 你的一时可能并不了解这股深层的恐惧 但是你经常感受到它的存在 它会表现为焦虑 可能会有坏事要发生的感觉 或是半夜醒来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这些隐藏的恐惧 潜伏在你所认为的表面性格之下 重要的是 不要仓促地解构那些观念 你的性格 你所认为的自己或自我概念 乃是建立在一些脆弱 变化不定且相互矛盾的观念上 那些都是深藏在你一时中 缺乏爱心及错误的观念 为此 我们必须依照书中的指定练习 你才不会变得不稳定 小我会想仓促地进行 他会说 让我们在一天内一口气看完这些影片 这样就会比其他人更快完成这个心灵转化的课程 请勿听从这个声音 有些人因为仓促练习而变得相当不稳定 这些课程本身并不可怕 绝非如此 它们会领你踏上平安的道路 并使你更能连接到真知己 各种美好的经验 但是 如果你操练得太快 仓促练习 认为自己比设计课程的人懂得更多 你就是在用尚未疗愈的心灵来改善这个课程 就像你不会请大学生接管教授开的课程 在这个练习上也请不要这样做 相反的 请怀住健康且谦卑的态度看待这些练习 请依照指示练习 温柔又仁慈地对待自己 完全依照课文的指导进行 如果觉得非常不安而想放弃练习 请重新评估你的练习方式 你可能把自己逼得太紧 或是练习得不够频繁 以至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你可能练得太快而产生一股焦虑感 因为你太快速地改变及转化意识 如果依照指示练习 你不会有不好的感受 这些练习的设计 是为了揭露你内心的阴影与惊恐 你对自己错误的认知 以及潜意识的恐惧和担忧 我一路上与你同行 所以重要的是 不要被这些文字吓跑 我们会一起怀住爱心 慢慢地正视这些阴影 恐惧和困惑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再次感谢你加入今天的练习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